第72位 帝周星 跳剑虎陈达 陈氏 陈氏是刘备进攻汉中东征仪陵以及诸葛亮北伐期间的重要将领 也是攻占五都阴平二郡的主将 陈氏没有爵位和嗜好 在三国之中也没有传记 就连官职都没有记载 第71位 帝随星 通碧元侯健 孙前 孙前是刘备的老部下之一 主要承担使者的工作 刘备北面结交袁绍 南下投奔刘表 都是以孙前为史 先气洽谈 刘备攻占一周之后 孙前的待遇与建庸在伯仲之间 仅次于弥足 孙前没有爵位和嗜好 但在三国之中是有赚的 第70位 帝满星 玉帆干孟康 孟光 孟光博览群书 学识渊博 但他心之苦快 嘴上不饶人 因此在官场很不得知 孟光素来与来敏不合 但其实两人颇有相似之处 他们都是名门之后 饱读诗书 却也都言语捐狂 屡造霸出 与来敏一样 孟光也高寿而终 活到了九十多岁 孟光没有爵位和嗜好 但在三国之中是有赚的 第69位 帝退星 藩江盛同盟 相宠 相宠是相朗的侄子 至君严整 至勇兼卑 刘备和诸葛亮在世时都很赏识他 讲完辅证期间 相宠在率军平定汉家军的叛乱时 不幸战死 相宠生前却封都庭侯 但没有嗜好 相宠在三国之中并无传记 只在相朗传中有简短的生平介绍 第68位 帝进兴 出动角同微 相朗 相朗是从司马辉 与徐树 庞统 诸葛亮 都是同一个圈子里出来的京香名士 刘备刚平定京南四郡时 命诸葛亮 总督灵灵 长沙 贵阳三郡 命向朗 总督南郡四县 即紫规 宜陵 宜道 乌山的军政事务 可见当时向朗的事务重用程度 刘备入署之后 向朗历任巴西 脏科 防灵三郡的太守 后有接替去世的王连 带任丞相长使 诸葛亮南征期间 向朗留守成都 总理后方军政 诸葛亮北伐时 向朗随军进至汉中 北伐势力后 马肃为罪潜逃 向朗也因为包庇马肃而获罪 被诸葛亮免职遣回程度 而接替向朗 担任长使之职的正式扬移 向朗真可谓是一步走错 满盘皆输的典型代表 如果不是被马肃所累 向朗很有可能成为诸葛亮去世后 蒋婉接班辅证的最有力的竞争者 此后20年 向朗虽然再度起腹 不过已经远离了蜀汉政坛中心 公元247年 即蒋婉去世一年后 向朗在成都病故 向朗的爵位是显明庭侯 没有嗜好 在三国之中有传记 第67位 帝明星铁迪仙马林 马带 马超的行帝 虽然马带的武艺能力 都无法与马超相提并论 但刘备和诸葛亮 都对马带后代有加 他曾数次跟随诸葛亮北伐 也曾在汉中奉扬移之命 亲手斩杀威严 马带生前的爵位是陈仓侯 没有嗜好 在三国之中也没有传记 第66位 帝巧兴 玉碧将金大监 陈湛 陈湛是早期投门刘备的 荆州名士之一 孙权称帝时 陈湛作为特使 出使建业 与东吴 缔结了军事同盟 陈湛与李延是同乡 他曾提醒诸葛亮 李延富有林甲 要小心地方 陈湛的爵位是 承阳亭侯 吴氏号 在三国之中有传记 第65位 帝走兴 飞天大圣李滚 张南 刘备东征时 张南为大军前锋 连续攻克乌县 紫规 怡灵等地 后来陆迅一把大火 将蜀军击溃 张南当即战死于军中 张南没有爵位和嗜好 在三国之中也没有传记 第64位 帝飞星 巴比哪吒向冲 冯夕 冯夕是刘备入属之后 成长起来的 中盛代优秀将领的代表 深受刘备重用 刘备东征时 破格提拔冯夕为领军 统帅中军 以令之外 冯夕被以攀章的部下斩杀 冯夕没有爵位和嗜好 在三国之中也没有传记 第63位 帝狂星 毒火星孔亮 废师 废师曾作为汉中王特使 劝服了 齿鱼与皇中并列的关羽 后因反对刘备称帝而被降职 废师素有才名 但秉性刚职 不够圆滑 再加上他一周本地人的身份 因此终其一生 也没得到重用 陈寿在三国之中叹息的说 师中刘氏之事 官位不尽其才 废师没有爵位和嗜好 但在三国之中是有赚的 第62位 帝昌星 矛头星孔明 废官 废官是刘章的女婿 也是废一的同族伯父 在刘备反攻刘章时 与李延一起投入刘备帐下 废官是蜀国的首任江州都督 在一众东州派成员中 废官的权势和受宠性程度 仅次于法政和李延 只可惜刘善继位后不久 年仅37岁的废官就去世了 废官的爵位是都庭侯 没有嗜好 在三国之中也没有传绩 第61位 帝燃星 混世魔王樊瑞 樊健 樊健是蜀汉朝中的主政大臣之一 他既不支持北伐 也不是投降派 既不能匡政刘善 也不与皇后来往 更不得罪姜维或诸葛瞻 是蜀国庙前夕 混日子的典型代表 不过能在一片乌烟瘴气的朝中 做到独善其身 樊健已经算得上君子之风了 樊健在晋朝是有爵位的 但封号没有记载 樊健没有嗜好 在三国之中也没有传绩 第60位 帝暴星 丧门神暴戌 乔州 蜀国投降派的领袖 从乔州的身上 能清晰的看到蜀汉残民 从团结一致 到人心离散的渐变过程 蜀汉王国七年后 乔州在洛阳去世 乔州的爵位 杨成廷侯 有魏国赐风 没有嗜好 在三国之中有详细的传记 第59位 帝慧星 一丈亲护三娘 李氏 刘善后宫中的一名昭仪 刘善签至洛阳后 司马昭下令 让刘善后宫中 多余的女子改嫁 李昭仪不堪受辱 愤然自尽 后人对李昭仪的 真烈之举多有歌颂 宋代世人陈世重评价 刘善不特亏于将士 一切亏于妇人意 李昭仪没有嗜好 也没有传记 第58位 帝威星 挨脚虎王英 王四 王四性情宽厚 待人友善 是跟随江维北伐的 主要将领之一 梁昭州的枪湖人 都很敬重他 江维经常派王四 去枪湖部落中 联络安抚 王四对待他们 就像自己的亲人一样 很多部落首领 都与王四 结为异性兄弟 因此龙系一代 即使是最野蛮凶悍的部族 也都愿意归赴蜀国 蜀国境内 五渡殷平等地的枪湖人 极少起兵叛乱 江维每次出征 魏国境内的枪湖人 反而争着 献出牛羊和粮食 来接济北伐大军 这都是王四的功劳 江维最后一次北伐时 在侯河被邓爱击败 王四不幸身中流石而死 江维带着将士们 与枪湖族人 共同安葬了他 龙系各地来送葬的 有数千人之多 豪哭声响彻云霄 王四生前没有爵位 死后没有嗜好 在三国之中也没有传记 第57位 第兽星 紫然博皇甫端 杜威 杜威曾在刘章手下作官 后因命引退 刘备攻占一周后 多次派人征召杜威 杜威都以耳龙为借口 拒不接受 刘备去世后 诸葛亮为了稳定一周局势 派人将杜威 接到自己家中 亲自开导他 诸葛亮考虑到杜威耳龙 就把自己的治国理念 和兴富汉士的志向 写在纸上 被诸葛亮的诚意所打动 出世为观 多维没有爵位和嗜好 但在三国之中是有赚的 第56位 第零星 神异安道权 李赚 李赚的父亲 是从司马辉 李赚自幼受父亲影响 精神典籍 占卜算术无所不通 还精通医术 不过李赚自视甚高 举止轻调 喜欢嘲讽别人 所以名声欠佳 官职也一直不高 李赚没有爵位和嗜好 但在三国之中是有赚的 第55位 第右星 赛人贵郭胜 袁琛 数次跟随诸葛亮被罚 官职地位 仅次于李延 刘衍和魏延 袁琛 掘封都庭侯 吴氏号 在三国之中 也没有传记 第54位 第左星 小温侯吕方 吕凯 刘备去世后 剑宁太守 雍凯等人 起兵反叛 时任永昌郡 公曹的吕凯 发动郡中的军民 关闭边境 以抗叛军 雍凯多次发布西文 意图劝降吕凯 但都被吕凯 义正此言的拒绝了 直到两年后 诸葛亮亲自率军南中之时 整个南中地区 没有脱离朝廷掌控的 只有吕凯所在的永昌郡 叛乱平定后 诸葛亮任命吕凯 为云南太守 结果吕凯还没等到上任 就被叛军杀害了 吕凯 绝封杨谦庭侯 没有嗜好 但在三国之中 是有赚的 第53位 帝会星 神算的蒋镜 周群 周群善于观察天象 精通阴阳占卜之选 汉中之战前 周群提醒刘备 此战只能得到土地 却得不到汉中的人口 另外 不要派骗士出征 孔有不利 结果张飞果然在下边 被曹修击败 汉中的人口 也被曹操强牵一控 战后 刘备也对周群的占卜术 信服不已 魄力举荐他为茂财 周群没有爵位和嗜好 但在三国之中 是有赚的 第52位 帝轴星 哄天雷灵阵阵 刘敏 蒋婉的表弟 曹爽南征时 兵力达到了十余万 而汉中的守军 还不到三万人 王平主张 借助优势地形 顽强阻击 可其余的大部分将领 都很恐慌 一致认为应该放弃关爱 撤到城内坚守待员 只有刘敏赞同王平的意见 于是王平 命刘敏为前锋 占据兴士山 不止防线 为了震慑敌军 刘敏漫山遍野 插满战旗 连绵一百余里 最终成功将曹爽击退 刘敏 掘封云庭后 没有嗜好 在三国之中 也没有传记 第五十一位 地暗星 紧抱着杨林 杨红 杨红轻正耿直 才能卓越 刘备与曹操 争夺汉中时 后方粮草转运困难 诸葛亮询问杨红的意见 杨红回答 汉中是一周的咽喉 是生死存亡的要害之地 如今的形势 所有男子都应当参战 女子负责粮草运输 请将军不要再犹豫 于是诸葛亮便让杨红 暂时接任蜀郡太守 负责蒸发兵役 粮草转运等事务 刘备一令战败后 汉家太守黄元 趁机举兵反叛 成都群龙无首 官民百姓一片震控 是杨红当机立断 建一派将领 提前去堵住南安下口 终于成功将黄元请货 在前方战败 刘备并重的这一最危急时刻 维持了川鼠腹地的稳定 诸葛亮对杨红十分敬重 欲有重大事件 总是会先征求杨红的意见 就连丞相府移住汉中之后 命张义为刘府长使 总理成都军政是否适宜 选何人辅佐张义等决策 都会事先询问杨红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期间 杨红在成都去世 杨红却封关内侯 没有嗜好 在三国之中有传记 第五十位 一强星即毛虎雁顺 勾服 忠勇宽厚 战功卓著 光明爵位仅次于王平 诗人赞誉说 前有王平勾服 后有张义料化 勾服的爵位是荡渠侯 没有嗜好 在三国之中也没有传记 第四十九位 第核星 火眼酸泥邓飞 邓芳 勇武国感极有威信 入宿之后 邓芳被拜为安远将军 兼首刃来降都督 权力地位远高于 当时的霍骏 魏延等人 刘备称帝的当年 邓芳因病去世 邓芳没有爵位和嗜好 在三国之中也没有传记 第四十八位 帝阔星 摩云金翅欧鹏 胡继 蜀国的最后一任汉中都督 在军中的地位 极次于姜维和言语 不过胡继 在蜀汉庙王前 就被姜维 剥夺了汉中仿武的指挥权 以致汉兽囤柱 此后史书中 就没有关于胡继的记载了 很可能是在中会南征之时 突然去世了 胡继 绝封承阳庭侯 没有嗜好 在三国之中也没有传记 第四十七位 一骑星 铁面孔木裴宣 吕毅 吕毅历任新都县令 免族县令等职 被约为整个一周 政绩最好的县级长官 铸亮北伐期间 升吕毅为汉中太守 负责为北伐大军 筹集转运粮草 吕毅在董允去世后 接任上书令 以轻正耿直 执法严明 不逢迎谄媚 敢于坚持原则著称 吕毅没有爵位和嗜好 但在三国之中 是有赚的 第四十六位 继文星 圣首书生骁让 陈寿 三国志的作者 中国历史上 最优秀的史学家之一 陈寿是从乔州 三十岁之前 在蜀汉任职 官至皇门侍郎 后半生在晋朝为官 官至长广太守 公元二八零年 晋朝统一天下 陈寿从这一年开始动臂 用了十年时间 写就三国志六十五卷 三国志一经成书 便因文笔简洁 去世详时 受到世人的广泛赞誉 当时 寄述三国历史的作品 有很多 但都没能达到 陈寿三国志的水平 夏侯院的曾孙 中书侍郎夏侯战 也撰写了一部位数 但在读到陈寿的 三国志之后 夏侯战自叹不如 竟把自己的著作 反悔了 司空张华 也对三国志赞赏不已 他曾对陈寿说 应该把禁书 也交给你撰写 公元297年 陈寿在洛阳去世 享年65岁 陈寿没有爵位和嗜好 在三国志中 也没有自传 他的传记在禁书中 第45位 帝猛兴 神火将魏定国 夏侯霸 夏侯冤的儿子 身经百战 勇猛过人 是曹魏 在冷西地区的军事主观 高平龙之变后 因惧怕司马懿的迫害 而投奔熟汉 夏侯霸曾跟随江维被罚 虽然地位尊崇 但受制于降将的身份 实权并不重 小霸 伯昌庭侯的爵位 是魏国赐封的 有嗜好 但在三国志中 没有传记 第44位 帝骑星 圣水将 善言归 陈道 刘备的老部下 白尔兵的统帅 以忠勇著称 名位仅次于赵云 陈道坐镇永安21年 是蜀汉四大都督区中 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个 陈道的爵位 为庭侯 没有嗜好 在三国志中 也没有传记 第43位 帝英星 天幕将鹏起 高翔 高翔与尘世类似 为人低调 但作风却极其稳健 以此每道危急关头 刘备和诸葛亮 都对高翔信赖有加 判中之战时 刘备翻山越岭 进至定军山 留下高翔 继续驻守在扬平关外 此举其实十分冒险 由于大军 所需的粮草物资 都要从成都 经高翔的营地 转运至定军山 一旦高翔被击溃 刘备的主力 就会饿死在定军山上 此后 高翔顽强顶住了 魏军的多次围攻 始终没有丢失阵地 刘备能攻下汉中 高翔鞠躬至位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 马速几乎被张合全街 诸葛亮急忙撤离上规 北上救援 途中 诸葛亮预料的郭怀 可能会率军 截断自己的后路 就命高翔带少量兵马 驻扎在列柳 阻寄郭怀 诸葛亮离开后 郭怀果然紧随其后 清朝而出 高翔虽因兵力差距过于悬殊 被郭怀击败 但还是争取到了足够的时间 成功接应北伐大军 安然撤回汉中 第四次北伐 司马懿进攻诸葛亮驻守的路程 当时王平率武当飞军 在南面阻击张合 诸葛亮在军中挑选了三位 自己最信赖 能力也最出色的将领 并分三路 从正面击溃了司马懿的主力 这三人正是魏延 吴班和高翔 此后高翔就不见了记载 大约是在诸葛亮第五次北伐前后 因病去世了 高翔生前做到了杂号大将军 但具体名号未知 高翔军功卓著 绝奉玄乡猴 但没有嗜好 在三国之中也没有传记 第四十二位 帝威星 百圣将韩涛 刘尹 刘尹文武双全 曾多次跟随将尉北伐 经常冲锋陷阵 勇猛和谋略都冠绝三军 魏国的法属大军进入汉中时 刘尹负责镇守黄金围 众会多次派重兵前来围攻 都以失败告终 直到看到刘善 令自己放弃抵抗的手照 刘尹才打开战门投降 刘尹在晋朝 官至西河太守 几年后在家中去世 享年八十岁 刘尹没有爵位和嗜好 在三国之中也没有传记 第四十一位 帝雄星 景穆哈 好斯文张义 张义机敏干练 年轻时就以名阳传属 许静曾称赞张义 是属中中摇 南中反叛时 世人益州太守的张义 作为俘虏 被雍凯押送到了东吴 直到邓之初始武昌 武蜀联盟恢复之后 才被送回益州 诸葛亮十分欣赏 张义的人品和才干 移住汉中时 命张义为刘府长使 总理成都军政 张义在诸葛亮 第三次违法期间 并逝于成都 张义没有爵位和嗜好 但在三国之中是有赚的 第四十位 第杰星丑骏马宣赞 诸葛瞻 诸葛亮的儿子 刘善的女婿 朝中保守派的代表人物 反对将为被罚 但攻入传属之后 诸葛瞻率军北上迎敌 与儿子诸葛上 一并战死于免主 诸葛瞻五相侯的爵位 承袭自父亲 没有嗜好 在三国之中 也没有单独的转机 人物介绍 附在了诸葛亮转之后 第三十九位 蒂永兴 并遇持孙丽 王莲 刘备反攻刘章时 时任子同县令的王莲 毫无巨色 毅然关闭城门巨首 刘备赞赏他的忠义 命部队不要枪攻子同县 直到刘备攻占成都后 王莲才开城投降 刘备命王莲担任四岩校尉 负责管理盐铁事务 王莲经营有方 依靠主岩铁 给朝廷带来了大量财富 国库为之充盈 王莲还善于发掘人才 上述令吕毅 监军杜琪 巴基太守刘干等贤财 最初都是王莲 举荐给朝廷的 刘备去世后 王莲立即被诸葛亮征召入府 成为第一任丞相府长使 南中反叛时 诸葛亮准备亲自率军征讨 王莲屡次劝谏 坚决反对 言辞十分懇切 逼得诸葛亮只得暂缓 不久 王莲急因病去世 王莲的爵位是平阳庭侯 没有嗜好 在三国之中是有赚的 第三十八位 第煞星 镇三杀黄信 宗玉 宗玉早年跟随张飞入属 后又给诸葛亮 做了多年的主部 宗玉曾数次跟随诸葛亮被罚 也曾作为特使 多次出使东吴 很受孙权敬重 陈道去世后 宗玉接任永安都督 宗玉为人高傲 个性强硬 不肯去服于任何人 蜀汉王国后 宗玉被迁洛阳 在途中病逝 宗玉就封关内侯 没有嗜好 在三国之中是有赚的 第三十七位 第魁星 神机军事助武 马良 马世武长 白眉最良 马良与诸葛亮 有着结拜兄弟一般的感情 刘备攻占一周后 特意留下马良 辅佐关羽 镇守荆州 刘备东征时 派马良去联络安抚 五细带的蚂蚁 马良出色的完成了任务 五零零零等军的不足首领们 纷纷起兵响应刘备 刘备战败后 马良匆忙回反 在途中被吴军戒杀 马良没有爵位和嗜好 但在三国之中是有赚的 用地图推演的方式 回溯中国历史 用通俗浅显的语言 传播华夏文明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就请订阅我的频道吧 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